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纵观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 共产主义之所以比纳粹的法西斯主义更能迷惑人 是因为它披着理想主义的高贵外衣 没有真正深受其害的人很难对它有真切的认识 正像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的那样 一个共产主义者是熟读了马克思和列宁作品的人 而反共产主义者则是一个真正明白了马列主义学说的人 19世纪末共产主义思潮也传到了美国 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度 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政界人士 都曾对共产主义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 然而翻开美国与共产世界交往的历史 我们发现对共产政权或政党的美好幻想 总是伴随着沉重的教训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 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将和我们一起 回顾美国与共产阵营交往的历史 看一看美国在与中共的交锋中 为什么总是败下风 观众朋友将会发现 被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所欺骗的 并不仅仅是中国人 第二次大战期间 美英等国为了拉拢苏联早日对日作战 背着中国国民政府 于1945年2月与苏联签署了亚尔塔条约 条约规定了未来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的特权 同年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 日本的抵抗意志彻底动摇 8月9日 苏联远东军向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发动全面攻势 日军防线崩溃 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8月底 苏联红军近战中国东北各大城市 我们大家在美国也生活了一些年了 我们很多华人朋友都知道 美国人比较单纯 也比较天真 这是事实 因为美国建国两百多年 在美国由于两百多年前就已经确立了这样一个民主共和制度 人民是在相当范围内或相当的程度上早已经享受了民主和自由 民主和自由社会制度下的人民当然是比较单纯的 而不像我们在一个专制统治之下所必然养成的那种复杂的性格了 所以越是单纯的人 越是容易受威胁 受欺骗 容易被人骗 所以从第一点来说 美国人都是比较单纯的 比较天真的 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比较真诚的 这是事实 这也是他们的民主性格 第二 美国在和共产党世界交锋的这么多年当中 从前是美苏冷战和斯大林的交锋 他都占不到便宜 他都吃亏 比如说 他花了几十亿 所以上百亿的美元去支持斯大林 保卫前苏年的卫国战争 支持斯大林反击希特勒对他发动的侵略战争 结果是什么呢 胜利之后 转眼之间 斯大林就高举其反美的旗帜来了 罗斯福在亚尔达条约上 背着中国的领袖蒋介石 背着中华民国政府 和丘吉尔和斯大林 灭伤了一个条约 这个条约出卖了中国的东北 让苏联红军进入东北 在美国已经对日本本土投了两颗原子弹之后 又让苏联红军进入东北 他原指望是让苏联军队到东北尽早的一点减少牺牲 尽快的结束战争 以便与中国走向一个战后的民主统一建设 其结果是什么呢 其结果是苏军赖在那里不走 一个是抢劫东北的所有的经济的利益 抢夺日本在东北所建立的所有的工厂机械 或种种的装备 第二个 他赖在东北不走 超过他应该撤离东北半年之上 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把中共接到东北来 掌握东北根基地 然后好像吴三桂那样引着清兵驻官 来卸卷中原 推翻中华民国 这是美国人想到的吗 罗斯佛也没有想到 丘吉尔也没有想到 都上了当受了质 为什么 那就是民主制度是讲规矩的 是讲规则的 两个球队打球 都讲规则 那么就靠技术靠水平靠能耐靠意志 两个球队在一起打球 一个球队讲规则 另外一个球队 不但不讲规则 敢打人骂人 甚至敢捅刀子杀对方的球员 你想谁赢啊 当然那是不讲规则的耍流氓的眼 这就是文明和野蛮进行冲突的时候 常常文明斗不过野蛮的原因 也是我们中国人就老话 叫君子斗不过小人 就这个道理 要玩手段 玩阴谋 西方世界 特别是美国 根本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对手 这也是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扩张开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具体的说 美国跟中共的关系 也同样是这样 美国和中共在四十年代开始 到现在二十世纪初的这个整体关系当中 我不想多举例子了 你们看一看 在每一次的交手过程当中 你看到底是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 谁占了向风谁败了下风 说实在话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 从江泽民到现在的胡锦涛 如果说江泽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内部的安定团结 跟海外搞好关系的话 他起码也没有出过美国的亏 他占的还是美国的便宜 他让美国去支持他去输血 去投资 带动整个西方世界去投资 让中国共产党在一次一次的经济危机的时候 能够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投资和输血 而又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二十世纪 人类遭受了两个巨大的灾难 一个是法西斯主义的横行 另一个就是共产主义的试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兴起 到二十世纪末全面崩溃 共产主义这个幽灵不仅在欧亚大陆游荡 也在美洲大地徘徊 二十世纪上半期 国际共产主义思潮曾横行事件 它也影响了美国的社会 所以美国的朝野有着一股亲共思潮 美国的国务院 甚至于连罗斯副总统的夫人 连副总统华莱士都亲共 那这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产生很大的影响了 美国国务院的某些决策人就是亲共人士 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司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国科 里面就有很多的决策者和监督者都是亲共人士 1943年当德国人把斯大林打得很惨的时候 斯大林这个时候解散共产国际 向美国表示 我现在不发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斯大林的亲美表现 立刻被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社会的社会主义者 以及美国政府里的一些亲共分子们所接受 在1945年前后 美国本来是要圆滑的 最后圆滑的5亿美元就被撤销了 当苏联在东北把日本被缴下来的武器 都交给共产党军队的时候 当苏联把二战当中美国支持他的剩余物资 都送给共产党盘踞东北准备打天下的时候 美国把大家对中华民国的支持断却了 在蒋介石政府的问题上 在南朝鲜李承宛政府的问题上 在南越吴廷燕政府的问题上 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朝野存在着一股 不了解共产党 不了解共产世界 却对他们抱着浪漫幻想的这样一层 知识分子 而且他们影响了美国的政府 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 你们只要稍微翻开一下赫尔利先生的回忆录 看看赫尔利为什么在1946年 愤然辞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职务 你就知道了 原来就是 由于共产党的宣传 由于社会主义思潮 由于美国的朝野里面有一股力量 对共产革命 对中共抱有烂漫的幻想 由于他们认为国民党才是独裁的 才是封建的 才是路后的 才是反动的 而在延安的毛泽东或共产党 才是先进的 才是和他们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相同的 从勤工农的 代表工农立场的 希望社会平等互利的 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 在美国政府里的这一批外交官 职业外交官 实际上 又在中共对美国领馆的这种统战当中 成了中共的俘虏 赫尔尼在自己的 给美国政府国务院的报告当中就说 当他还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政府 在华盛顿 做了怎样的秘密决策的时候 这个秘密决策 就已经通过驻重庆大使馆的外交官们 传到了延安 蒋介石和他都被蒙在鼓里 赫尔尼就是因为这一点而辞职的 正是因为美国政府后来在检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确实发现了驻华大使馆里的一些外交官 却有通共的事实 才判处了以谢伟氏这个外交官为代表的 六位外交官判国罪 这已经能够说明 共产主义的思潮 社会主义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 他们在美国政界曾经所获得的力量 这也是美国 在五十年代左右进行一次反共的行为的一个历史根据 共产主义思潮传到美国后 其追求完美主义 建立绝对平等社会的乌托邦思想 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加入美国共产党 一些人甚至远渡重洋 奔赴中国 投身共产革命 以实现其美好的理想 美国的社会主义者 共产党员女记者路易斯特朗 大家都知道 毛泽东跟她发表谈话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 就是通过她的文笔发出去的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个爱德加斯洛 一个在美国落魄的社会主义记者 她到中国到了延安 为毛泽东 为中国共产党写了一本书 叫《红心照耀中国》 Red Star Over China 这本书造成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在中国的左卫国统区里面 许多热血青年就是因为看到她的这本书才投奔延安的 中国共产党内部一个统计 因为看过这一本书而投奔延安跟随毛泽东共产党去抗日的青年 占整体青年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以上 你们看看 美国人因为不了解中国 对中国的现代史发生了多大的误解 对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多大的误解 对正在看战流血的重庆政府发生了多大的误解 又误导了多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年轻人 其实这一切说到底 在美国是个有信仰的国家 是一个允许你成为任何思想派别成员的国家 可是共产主义东西吸引了他们 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欺骗 再举个例子 费真青先生 大家都知道 他是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史学家的泰斗人物 今天在美国的所有的各大学 东亚系的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们 教授们 主任们 所长们 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 可是费真青先生就曾经是周恩来的座上宾 就曾经是美国的社会主义者 打着自由派旗号的社会主义者 在他的一生的中国研究当中 他的整体圈项是痛恨国民党 他的整体圈项是对共产党怀抱着热烈的浪漫的幻想 在他所有的研究作者当中 他都偏向于支持毛泽东的共产革命 反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哪怕这个政府正在看战 正在流血 哪怕延安通敌卖国 可是事实教训了他 他一生的成就 就是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成就 他一生的成就 都把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 在美国在西方引导向着一条歪路上 可是1989年中共天安门大屠杀忽然使他醒悟过来了 他忽然明白了 中共在看战期间所建立的低后根据地 实际上是一个独裁政权 他忽然明白过来了 如果说没有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 就没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扩张 因而中国国民党是能够把中国带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 我现在背的是他 临死之前两天 他亲自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本中国研究著作 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新论 他推翻了自己一生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 最后拿出这一本 否定了自己一生研究成果的著作 来标明了他对共产党的关系 终于因为这本书而决裂 他终于觉悟了 但是你要知道 历史是不能重复的 就像进步是不能倒退的一样 已经量成了历史的苦果 也只有我们自己来演了 我们只能在对历史的教训和精英的吸收当中 尽量去避免我们重犯我们曾经犯过的历史错误 那这些人的著作对美国社会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他们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相当巨大 费曾经先生对整个美国中国现代史研究学界所产生的影响 他使得几乎99%以上的美国学者都认为费曾经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是正确的 而美国政府恰恰是一个尊重学者的政府 在任何重大政治问题上在重大的国际世界上都要遵循 学者们的意见的 特别是研究中国的学者 在提供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意见的时候 常常是抱着一种偏向 一个左群的偏向 一个左派的偏向 一个对共产党的偏向 一个讨厌国民党的偏向 因此在45年前后 一直到49年的这个关键的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 由于这些学者所提供的意见 由于美国政府里面的自己亲共人士 享有一定的政府权利 由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那批职约外交官的卖国行为 对中国内战的正面解决 不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相反为中国内战的负面解决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全面倒退 实行专制统治 建立专制统治 吹了号 出了力 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 所以美国人由于天真 由于他在历史上和共产主义阵营的这种冲突 这种关系 由于他自己对东方不了解 对于文化不了解 还犹豫 在美国直到今天为止还存在着一批 对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 对失败了的前苏联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形成同情的一批所谓社会主义学者 这批学者 在二战之前就存在 在二战之中曾经 是相当厉害了一种思潮的代表 而且他们自封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 以自由派支持分子的身份 抨击美国的政策 抨击美国是资本主义 抨击西方世界 对东方世界产生一种好感 这种好感是指东方的共产世界 是指以斯大林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样一批人在美国的朝野 甚至美国的政府里面都占有一些之地 占有相当的力量 所以这样一批人在美国的整个文化当中 在美国在二战之后的历史当中 客观上也起着相当的能够影响民意的作用 这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 所以在中国共产党运用阴阳两模 来对付西方这个超级强国的时候 虽不能说德行运输 在相当程度上 他都是仗上风的 在很多次上 他都是暗暗的胜利者 直到今天为止 在西方还有一批社会主义者 这批社会主义者 仍然是以美国和英国作为大本营的 我们中国大陆一些出来的少数的民主人士 他们有反对共产党的勇气和决心 可是由于常年在共产党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之下 对马克思主义 对聂龄主义 对社会主义道路 不论在思想上还是感情上都难以断去关系 所以他们到了美国以后 他们就拿美国的社会主义者 拿左派的美国知识分子 对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见解 来证明 证明什么 证明马列还是好的 就是共产党把这个金链歪了 可见这个影响有多大 那我们从中国的媒体上的一些报道看呢 似乎中国人对美国有一种仇恨的心态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仇恨过美国 包括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 因为我虽然刚才讲了中共的反美运动 反美的阴阳阳磨 可是中国人民没有反对过美国 也没有反对过美国政府 1949年以前 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和美国是 最好的民主阵营中的友邦 1949年以后 中国大陆人民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交双下 实际上是逼不下 不得不走上街头去高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你要原谅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人民不了解这个世界 不了解美国 到底是真正像共产党所讲的帝国主义 还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首脑 他不知道 所以不知不怪嘛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常话 所以中国人民尽管在共产党的胁迫下 不得不去游行反美 但那不是发自人民内心的自觉要求 是被压迫出来的要求 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的25年当中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特别是跟中国人民的关系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或者说 美国对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是有支持 虽然他也有利益 可是不论是支持和利益 这对于中国大陆人民对于西方的了解 打开了窗户 打开了大门 这对于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和追求 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作用 同时美国跟中国在改革开放25年中的关系 也使中国人民进一步的燃起了 了解西方世界 希望中国也能够变成明天美国这样一个富强自由国家的愿望 或者说是梦想 因此25年来 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中国年轻学生来到美国求学 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中国的居民来到了美国 成了美国的移民 我们也能够看到 由于共产党的挑唆 继续蒙骗我们一带不了解历史 不了解西方 也不了解自己国内的人民基本要求的青年人 不是全部 即便他们也曾经走上街头去喊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可是你要知道 同时在美国领事馆的前面 还是站着长长的队伍 那里面大多数是中国的年轻人 和希望到美国求学的学生 我这样说 不是说美国对我们中国该有多大的吸引力 美国对中国有多大的恩惠 不 我只是说中国人民没有反对过美国人民 中国人民是把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 当作自己的追求的方向的 中国人民是把美国的社会制度 当作自己应该建设的社会制度 中国人民只是希望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能够更多的支持中国人民 而不是支持那个在中国继续进行的多彩统治的专制政党 这些专制政权 那这里边有两个概念 就是中共和美国的关系 以及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关系 是吗 说得很对 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只是说了中共和美国的关系 还是那一句话 中国人民没有反对过美国 就像美国人民又何曾反对过中国人民一样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 美国作为今天超强的世界大国 中国作为在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大国 我们希望中美两国的友谊 不论是国家还是人民 渊源流畅 共同为我们的时代 为我们的地球和世界 尽自己的一分心 一分力量 那您认为美国在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 结束中共专制统治的这个进程中 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想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国家 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己的民主追求 而不能寄望以任何国家来解救自己 这条路世界历史 中国历史都证明是走不通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我们如果能够赢得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 那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我们当然是十分感谢的 并且也是我们十分期望的 希望美国人民能理解这一点 希望美国朝野能够这样做 20世纪末 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柏林墙的倒塌 前苏联的分裂 以及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 被普遍认为是冷战结束的标志 中共官方媒体也借机大力宣传冷战结束的概念 以此转移人们对中共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的关注 那么冷战真的结束了吗 1996年 著名旅美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提出了 冷战在亚洲并未终结的观点 他认为亚洲的三个共产国家 中国大陆 北韩 越南依然被控制在一个残暴的极权体制之下 另据报道 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一座由波兰人发起 并经美国国会批准建造的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以及博物馆 将于2006年秋天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破土动工 这座高十英尺的纪念铜像将取材于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期间 曾树立在天安门广场 而后被中共坦克碾碎的民主女神像作为标志 铜像底座的正面将捐刻 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 背面将捐刻 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在全世界超过一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当中 中国人占了一半以上 然而世界没有忘记中国 没有忘记共产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 没有忘记至今仍在为争取民主自由 而前赴后继英勇抗争的中国人民 以天安门民主女神像作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标志 将激励着中国人民勇敢地承担起结束中共专制统治 把共产主义永远盯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责任 这将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 为无数受难死去的父老乡亲 为依然在中共铁蹄下挣扎的兄弟姐妹 为子孙后代不再受共产制度的枪害 让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建立出一点力 捐款者请直接与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 电话202-608-6186 传真202-608-613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